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记得留言、订阅、赞好、分享给朋友 订阅对新人的帮助是很大的 大家记得快点订阅 今天想和大家骂爆这个小日本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都知道 日本政府决定把10年前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核辐射废水 排入大海和全世界揽炒 这一只小日本真是战种狗 自私到极点 所以井仔我也忍不住要发声去骂日本 其实我们的蓝营都有一些比较理性 比较多科学数据去做引证 去讲这次日本核废水事件的节目 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 当中包括冲山和青年时政的国申 他们都是深蓝、蓝色阵营 我自己都有看完他们两个节目 看看他们怎样去讲日本核废水这件事 但今天这一次 我就不想跟大家去讲什么数据 什么科学证据那些东西 就处于一个比较感性的立场 去骂这个小日本 首先第一 其实这次这件事 一定是美国免許日本这样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 其实明明日本做这件事 就是影响着全世界 不过就说全世界 但影响得最深远的国家 一定是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一定会被日本的核废水 是害得最金的国家 那些以人权、民主、环保见称的美国 还有他们一众的组织 还有那些蛇收钱 又在废喉的爪牙 即是环保少女那些 去了哪里 不见人 宿舍在妈妈那里睡觉 一句说话 都没有谴责过日本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个日本 在国际上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小跟班 他的大佬就是美国 如果大佬不批准 日本就算自己要用多少钱 他都要自己处理好事情 就绝对 不可以被那些辐射水倒入海 影响到他们美国自己 所以其实我说 今次这件事 一早就去到新化战的地步 美国利用日本 慢慢向我们中国投毒 慢慢去毒害我们中国的国民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中国沿海的城市 是特别富裕的 而他们今次投毒的话 首当其冲 就一定是中国沿海的地区 当然也包括我们香港 所以我也很害怕 你放完毒水出来 会不会过两个星期 我就中症 可能一年两年之后 我就中症 到时我可以找哪个算账 而且今次日本的投毒方法 其实是很阴毒的 因为他不是用强的辐射 去倒入海中 让你两三个星期内 那些鱼又死了 那些人又生了癌症 那他今次不是这样的 他是用一种很贱 很慢性的辐射 用二十年 用三十年 用四十年的时间 不停去毒害我们中国人的子孙 然后日本还可以假扮 因为时间隔得够长 二十年、四十年 到时日本 尤其是上来 他们都可以去找很多东西 去赖东赖西 说得不关他们的事 总之放这些长期辐射毒药 有助日本、美国推卸责任之余 还可以用一个长期的方式 去毒害我们中国的国力 所以这次 根本就是美国和日本 搞出来的大阴谋 老实说 在我角度 我自己看眼中 其实我觉得美国和日本 已经是近乎一个对中国开战的状态 你这样倒核辐射废水 其实我觉得你等于 在中国放核弹已经没有分别了 不过他们就用一种更陰险 毒辣的手段 去放一个慢性核弹 让我们中国没有藉口 直接向日本发兵 去打小日本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说 这个小日本是阴毒的原因 还有第二 其实这件事 跟日本搞奥运很大关系 日本一直以来经济差 大家都知道 日本搞奥运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 为了展示国力 第二 就是尽力去保留其他国家的钱 当然就是我们中国的钱 因为我们中国是最多钱 最多人力物力的国家 但是最后人算不如天算 想不到日本那么多废人 连官员都是废的 日本的防疫措施搞得那么差 结果搞了那么久 搞了年多两年 都还未处理好新冠肺炎的疫情 结果废人管治一个废的国家 结果搞到现在 他们日本奥运就没办法 预期举行 甚至要延期和取消 在这件事上 日本肯定欠了很多很多钱 所以现在日本就发烂炸了 就说自己没钱去处理那些废水 所以就直接倒下海了 明明就是日本国家的废人 处理不好疫情 搞不成奥运 结果现在就发脾气了 决定要和全世界揽炒了 唉 想起以前的人还说 日本人很有责任心 日本人很有礼貌 日本人有责任的 你就一人一口 喝完肺炎去 处理完 日本人不喝也可以 日本人可以拿肺炎去冲刺 我们无所谓 最重要你不要倒下海 什么都可以 其实现在日本的情况 其实就是一个小朋友 他赖屎 但结果那个小朋友 就因为自尊心作税 再加上小朋友穷 没钱换底库 结果就穷人发穷恶 正常人赖屎 就一定急急脚 自己处理好山腹鞋物 最好不要影响到人 最好连臭都不要被人闻到 但日本就不同的 日本是赖完屎之后 拿一条沾满屎的底褲 走围走 拿着底褲走围走 还要占到他拿屎扔到人家 所以说日本这个国家 就真的是一个垃圾国家 今天不拍片不骂都不行 喜欢我的节目的朋友 就记得 Like 订阅 留言 按个小钟 下次再看 拜拜